賀君翔14號出席公益活動 目款記者會 被問到最近楊成林 在演唱會上失言 說河南人愛騙人 結果遭到一片踏伐 身為好朋友的他也幫忙還家 我有看到這個新聞 但其實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有機會聯絡到 對對對 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方法 這個是一直以來的事情 所以就覺得 有的時候 當然當藝人就很容易被放大 但我覺得就是 還是要 就是 我覺得大家也不要這麼的 太偏激啦 對對對 有的時候真的不是有意的 對 但我覺得當然以後講話 還是要 那我是覺得 當然可能是一些 無心的玩笑話 但是 畢竟場合 或者是 可能真的不太對 有可能得罪了一些地方的人 對啊 那我覺得當然就是 還是要真的誠心的道歉 後來那個跟那個 葛思琦的事情是 這個其實 應該是問他 交給律師去處理 對 我就沒有再回應 也沒有什麼進度 因為我覺得 無中生有 或者是 莫名其妙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到底要怎麼回答 對啊